小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张老师要做新的视频给你们看 张老师先复习一下 你们上次已经选了植物 对不对? 植物是什么? 植物是Plant Tanaman 第一个,你们上一次选了这个 还记得吗? 这是什么? 对,这个是树 树 树是Tree 树 然后你们也是选了这个 树的上面有什么? 树的上面有叶子 叶子 Leaves 叶子 看树的上面这里就是叶子 然后树的下面呢 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 树的下面是 叶子 树的下面是 草 草 草 花 花 花 然后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作业 是 关于 草 草 你们看看这个是草的汉字 张老师 张老师觉得这个草的汉字很简单 你们肯定会写的 所以 老师给你们这个作业 草的作业 你们要写 草 呀,这里有草 然后这个是草的汉字 然后怎么样写呢?你们可以看看 在这里看看 你们要跟着这个笔画来写 知道吗? 你要跟着笔画来写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个笔画 然后你们试试看在这里写 知道吗? 怎么样写的呢? 来老师给你们看看 你们先准备一下你们的铅笔 还有橡皮擦 铅笔是用来写字 橡皮擦 如果你们写的不好看 可以擦擦 然后再写 不要忘记写你们的名字 写下来 然后日期 来老师帮你们写一下 来老师给你们看看 张老师 嗯 张老师已经写了张老师的名字 然后现在我们写日期 今天是2021年3月24 2021年3月24 好吗? 然后现在怎么样写朝呢? 你们看 第一个 就是从小小的横开始 然后小小小的竖 然后小小的竖 然后再小小的横 然后小小的竖 然后再竖 横则 横 横 横 竖 呀 横 横 横 橫 速 这个就是潮 会吗? 再来一次呀 来 横 竖 横 竖 竖 横 折 横 横 横 这里下面的比较长 然后 竖 呀 这个就是 潮 潮 好 你们现在会了 对不对? 所以 现在你们可以开始 准备好了吗? 可以开始写 潮 呀 写到晚 好 知道吗? 所以 如果你们 写得不好看 你们可以用橡皮擦 再擦擦 然后再写 OK? 好 张老师先到这里 所以 我们已经学了这个是 潮 潮 潮是 grass 呀 好了 今天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已经听张老师的课 好 小朋友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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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